建一个LadLong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Create它 那这边后面的话就在Uncreate的地方 CreateMarker 然后把这个点带进去 这个方法的话里面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有哪一些基本上非常 我想应该这样可以看 这个Marker Opt这个 实际上里面就要放一些东西包含什么呢 它的Position 你要打个地标 打个地标的部分的话 你必须要 就是一个Point 那这个Point我们有宣告一个LadLong 这个 一个点给它 另外上面的Title 那什么Title呢 就是当你点的那个 点下去那个Marker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上面的讯息就Title 下面就会叫Snipe Snipe Snipe实际上就是 算是什么 内容吧 算是叙述吧 所以会有一个Title 一个Snipe 那你Snipe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是空白的 如果没有它就只有Title 没有Snipe 里面是空的 另外 另外在下面这个属性的话 这个叫Drobble Drobble的话呢 可不可以拖放 我这边预设只是False 那如果你设为Tru的话 这个 可以跑的 那个Marker可以移动的 另外的话呢 Visible 当然是Tru啦 如果是False 当然看不到 另外它设 这个地方要放哪里 那这边的话 我们刚好在一半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设为那个图片的中心 就是刚好图的正中央 那另外它会跟你要一个Icon 那Icon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内建的一个就是一个图档 这个Icon图档 然后后面的话有个HUE 底线Gree 那预设是那个Rade 就是那个红色的 你可以点击 点之后后面会有一些选项 那最后的话你再 把这个Marker给什么呢 给GoogleMap的物件 去做什么呢 做AddMarker的这个动作 就把这一个Marker 放进来 不过这感觉也 还有点类似像什么 像之前那个Adapter的感觉 有没有 你说 让我转发 我